果果今天要讲一个睡前故事是莉莉的魅力 有一只小鸟叫做莉莉 她很喜欢唱歌 每天都在森林里高声地唱住 但有一天 她失去了声音 尝试了许多方法也没有恢复 莉莉感到非常沮丧 因为唱歌是她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她开始躲起来 不再和其他动物交往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和存在意义 但有一天 她遇现了一只老鹰 老鹰告诉她 虽然她失去了声音 但她仍然是一只美丽的鸟 它有助独特的特点和价值 莉莉开始重心思考自己 她开始寻找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如跳舞和绘画 最终 莉莉意识到她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并且她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她的声音 而在于她的独特性和能力 她开始重新与其他动物交往 并继续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能力 即使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 也可以通过寻找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希望今天的故事让你有启发 下个夜晚再见 晚安 おやすみなさ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